我们就讲这个Gucosamine Gucosamine呢就是我们的盐酸葡萄胺 在市场上的pharmacy卖的呢 很多都是Gucosamine sulfate OK 这些会比较便宜 这些呢它的这个Gucosamine的成分呢 就是盐酸葡萄胺的成分 有可能呢每一颗里面呢只有62% 但是呢我们的是Gucosamine hydrochloride 也就是说每一颗盐酸葡萄胺 我们含有83% 的Gucosamine 所以呢Gucosamine呢本身呢 OK 我们每一颗胶囊就有375个毫克 而且呢给所有关节有问题的人 他能够增加他的润滑剂 OK 然后呢软骨的形成跟修复 都需要有这个Gucosamine 关节发炎啊 听到没有 骨膜错位啊 OK 然后呢很简单 你只要移动的时候 你的身体常常会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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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啊 OK 就好像那个门没有油了啊 听到没有 所以你现在就开始要补充了 那很多人又很担心了 糖尿病的人可以不可以吃 如果糖尿病的人吃一罐就不可以 听到没有 那如果你觉得吃4颗可以吗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他有吃米饭啊 那为什么评冠上面写 糖尿病病人必须咨询 医生 因为很简单 Gucosamine呢 在马来西亚的法力 它被register不是under food and beverage 它不是营养食物素品 它是在药物 是要所有的药物 补出品 再次下面要写一句话 就是consult doctor 明白没有 我家的爸爸妈妈 他们都有轻微的糖尿病 然后呢 我的爸爸呢 因为以前呢 他们做摩托有受伤 然后呢 关节都很痛的 OK 我们吃了很多方法 但是就是吃了这个Gucosamine过后 现在我爸爸是智能器工的老师 他可以蹲墙蹲一百下 明白没有 而且我讲 把你蹲给我看 会叩叩叩叩 没有叩叩叩 听到没有 所以家里啊 老人家啊 他的脚不能走 他就会很frustrated的 听到没有 所以人老先老脚 所以你们买营养 记得也要买这个Gucosamine 给你的家里的老人家 然后呢 每一天四颗 每一餐两颗就可以了 OK 不用吃到六颗 九颗 不需要 那如果已经严重到 关节会发炎的朋友 你就必须要加维他命C 然后呢 还要加鱼油 还要加1 听到没有 OK 明白 OK 好 所以呢 运动员老人员成不可以了 OK 好 那他是来自这个虾壳 听到没有 那当然有的人 如果他对虾有敏感的 很少啦 他会有反应啦 听到没有 大部分我介绍的 没有很多的问题 那如果有的话 你就介绍他吃B咯 听到没有 OK 好 来 那你觉得去打那个greece好吗 如果是在真的痛到实在不行 打一次OK 如果长期打 最后的下场是怎样 就叫你换关节了咯 便宜吗 这个手术 过后有护医症吗 对吗 OK 所以治标不治本 从今天就开始做保养 OK 好 before我们 proceed 堵我们的草药 有没有问题要问 对 gary有 当然会啊 只要是天然的食物 水果蔬菜不吃的话 会被氧化 正常啊 在我们的营养素 如果你打开 你没有吃的话 放在外面一定会变颜色的嘛 一定会氧化 其实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不用说得通的 这个说不通 这是你想的太复杂了 反正只要 他是抗氧化 有效成分 但是他本身也会被氧化 就这么简单 好没有 然后呢 没有问题了 我们就接 不可风高 束手无策 没有要看了 什么情况了 他是 他这是什么 关节啊 已经要去换那个乞丐了 你如果叫他不换 他会接受吗 所以不用问 问了等于白问 听到没有 伤害 阿姨以后就没有什么伤害的了 是比较恶心而已 因为他会有一种味道跑出来 餐后啊 他说我刚才从刚才 从早上刚才到现在 我一直强调吃营养 吃饭前 那只饭后 饭后 再问我就卖丢过去 知道没有 除了是什么 fiber OK好 哈 有什么分别 鱼杆油是维他命A 鱼油是Omega 3 不一样 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你们是平时没有什么去做功课 是咯 他们连鱼杆油跟鱼油都分不清楚 头脑神叉 OK好 鱼杆油是假装线 这样你要看它是hyper还是hypo 压波的话 开始它是hyper 最后会变hypo的 OK 不用分辨 我们讲我们的Omega O就可以了 由顾客去选择嘛 他们一定一直在讲 他们的Omega 3里面 比较容易吸收啊 怎么样啊 这个是很争议性的 你把我们的Omega讲好就对了 好像现在他们不是有做那个demo 有没有 哪来用那个polyform的 这种是对还是错 你的身体哪里有一个地方是polyform 这种是误导消费者 那吃一点 如果哪一个来用铁的跟鞭咯 你吃咯 对吗 所以呢 这个如果有人做这样的示范 你们可以去举报 hotline 还有那个消费者协会 然后 直接把他的公司的名字给讲出来 那个消费者协会 就会有人去调他的公司 他这个公司就要去解释 还要被罚款 在台湾已经被禁掉了 而且呢 卫生部 Elys也来了 OK 然后这个卫生部 OK 已经 台湾的卫生部 你们上YouTube search嘛 那个卫生部不是检验吗 只要是 是这种会溶掉polyform的 鱼油是不是 现在呢 他们还正在调查 里面对人体有很多的有害成分 OK 你们上YouTube search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示范是误导 明白没有 身体是没有一个成分 跟polyform一样的 这个跟多年前 他们做RO水机啊 拿那个RO水来电啊 然后骗顾客讲是肮脏的 手段是一样的 下流 听到没有 误导众生 OK 还有吗 假装腺问题 OK 所以 假装腺问题 是 其实假装腺问题 都是发在肝 听懂没有 一开始是因为你们的肝脏 OK 缺乏休息啦 操劳啦 肝脏呢 会分泌一种 假装腺 引致 假装腺的 分泌素 也就是说 假装腺呢 它要分泌的 如果你的肝脏 已经 不好了 它就不会分泌 让那个假装腺 休息的那个enzyme 听懂没有 所以假装腺 引致 没不能够产生 那个假装腺 就一直分泌 分泌 分泌 就叫做hyperterrorism 听懂没有 然后呢 一直hyper 一直分泌 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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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久了 过后呢 就会变成 hyper 就是不够去了 第一个 就是叫这个对象 要早一点睡 听懂没有 休息 然后呢 你从早上听到现在 调理肝脏的营养素 是什么 请回答我 还有 你听到现在 还不知道 肝脏是什么啊 还有 还有 OK 这三个是肝脏 很重要的 OK 然后呢 如果能够更快的 跟它解决的问题呢 就是有一个 可以把这个肝脏的 引致酶呢 调动出来的 就是我们的 concentrate food and veggies OK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multicarotin 还有一个 1就是omega OK 那如果它已经很严重 很久了 它们都会有缺钙的 听懂没有 所以你就要补钙 所以这样的人呢 要吃素 不吃素的话 它的这个问题 也很难好的 OK 然后呢 所有的动物内脏 只要是动物内脏 红肉 听懂没有 都不能够吃 现在很多人 很有甲状腺的 这些问题 完全跟我们的 经济动物里面的 持继素 有非常相当 直接的关系 听懂没有 好像虾壳 熬出来的汤啊 现在外面 用鸡骨 熬出来的汤啊 各位朋友 我跟你说 鸡农跟猪农 告诉我们 以前的猪 要一年 才能够涨200斤 现在的猪 四个月涨200斤 以前的鸡 要涨六个月 才可以拿出去卖 现在的鸡 前几年 还讲是40天 最近我拿到 最新的消息 28天 各位朋友 你试想想 以前你吃的鸡 熬断的时候 那个骨头 是什么颜色的 鲜红色的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家的婆婆 还可以拿 那个骨头里面的 水来吃的 有没有 现在的骨头 熬出来什么颜色 黑色 这个鸡本身 就是以 极速的成品 极速的 这个中毒的 这个成品 然后呢 很多人为了 汤的鲜甜 有没有 哇七八三 大量收购骨头啊 有没有 或者大量收购鸡骨 即可就拿来煮那个糖 比较甜 最后就把你家里的女人 男人都吃得不像样去 明白没有 所以 甲状腺的问题 就是内分泌 听到没有 荷尔蒙 所以呢 只要他能够 不要去吃到这些 经济肉 听到没有 他的问题也会好很多 我手上有很多 很多很多 这些都好了 一割掉我们 要讲什么 都没有甲状腺了嘛 还有一边 如果他不要割的话 你可以试下咯 也就是你看到 上次割一边 他没有去理他 还是照样做回以前的那些 习惯 现在又要另外割一边 听到没有 所以很多的人 就是有一种 这种错误的观念 以为说 给了钱 做了手术 然后吃了几包药 身体就会好了 跟那些女人去 却子宫瘤一样的嘛 子宫瘤窃了 下次又生回来 然后做性就最后 连整个子宫也没有了 对吗 所以身体我跟你讲 还有最近更好笑的 一个来问我的 新加坡 八岁的孩子 扁桃 扁桃园 扁桃县 这里一直走 医生叫他割 然后最后 那个他的阿姨就来听 很紧张 他问老师 可以割还是不割 如果是我的孩子 一定不割啦 扁桃园就是跟他讲 这边有很多续菌嘛 听到没有 一定是免疫系统有问题的嘛 大量给他吃一些 果菜啦 大量给他吃一些 怎么样呢 消炎啦 的营养素就能够改善嘛 好彩他的阿姨 最后说服了那个妈妈 听到没有 然后呢 这个八岁的孩子 就开始用我们的 维生素BC OK 然后呢 全部都用大人的 他有蛋白质 然后他尝试了 两个月过后 就消炎没有去割 好彩啊 各位朋友 所以有时也要有贵人的咯 听到没有 一定要有贵人的 OK 你知道这个孩子 八岁就把扁桃线给割掉 就相等于你的家里 如果有贼进来 阿南想了 你不去抓贼 你丢掉阿南 对还是错 那个本人 这是很蠢的事情来的嘛 对不对 扁桃线是我们的门神来的 明白没有 OK 身体没有问题 他不会乱乱种的 OK 我们的时间已经很严重不够 OK 所以我们要快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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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